《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国内国际主题乐园企业 近些时间在中国市场 是走向了一个分叉 北京环球影城开业 乐高乐园官宣在上海 深圳和四川落地开工 还有全球最大的一个乐园 也放在了中国 与上海迪士尼 广州长龙 将会形成一个 北京与上海两地的两超 北上广的三足鼎立 还有北上广真的一个 四强分布新格局 而像华侨城 华强方特 依然也是保持着一个扩张的态势 但是海昌 海洋公园 外出了五个乐园项目 大连盛亚也是陷入到了业务困局 这个内斗所交织的新的选拖 华谊兄弟退出 冯小刚电影公社的运营公司 华谊系实体娱乐版图的扩张 还没有打开局面 就已经开始收缩了 这背后究竟是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当中啊 这个疫情的影响肯定是少不了的 而且会在更长的时间里面 影响到不同乐园品牌的生存与发展 地产支撑或强关联模式被管制 挤压和削弱 同样也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所带来的一个深层次的变革 会超过疫情 那么一线城市的主题乐园格局 现在已经是基本确定了 二三四线城市乃至于是更低线的城市竞争 也会将要扩容 并且也是更加的激烈化 这是国内国际品牌可以更多作为之地 但项目模式是正在改变 运营能力挑战加剧 市场现在已经是不同了 看到在今年的时候 中国主题乐园市场唤新 新老玩家也是此消彼长 新的市场逻辑也是被打上了新的烙印 在这一年当中 是中国主题乐园市场的分水岭 转折点 大变质就来了 知名的企业或者是项目 在受到阻挠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承认 有着不小的自我努力成分的同时 同样是不可否认 在主观客观的因素互相作用之下 现状以及未来命运走向的伏笔 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 或者是有迹可循 那么这也是导致轻资产输出不易 毕竟欠缺市场足够认可的资源 或者是能力 砸钱多了 风险自然也就高了 有粗略的统计 这个大连盛亚在镇江昆明和银口的项目 单体投资规模预计都在10亿级别之上 其18年19年的货币资金分别视为 1.25亿和1.72亿元人民币 在去年8月的时候就有媒体爆出 大连盛亚部分项目是停建 或者是计划转让 也不出人意料之外 持续了长时间的内斗 对于大连盛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新入处的外来者在资金 还有资源增量方面 除了一些小打小闹的帮助之外 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公开的较大的作为 而原经营管理团队的离开 对于乐园的有效运营 多少还是添上了一些阴影 而再说到这个海昌海洋公园的困境 它也是有一些类似的 近期是你看到它 以65.3亿元人民币出售了 四个主题乐园公司100%股权 以及郑州项目公司66%股权 占到整体项目半数 老项目往好了说是比较成熟的 不好的方面则是外部竞争压力之下 需要进一步的更新升级 这就需要钱 那么新项目的建设同样也需要钱 将新老项目对外出售 就反映出了海昌海洋公园的被迫无奈 疫情和这个债务的双筹影响之下 青庄上阵是能对于当前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 腾挪出一些空间 那么在青庄之下 海昌海洋公园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将往这个轻资产之路来继续挺进 相对来说 海昌海洋公园的轻资产能力 是要胜于大连胜亚的 但这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除了本身市场 对于IP运营能力 动物数量以及保育能力 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之外 疫情其实也是增加了 海洋动物类主题乐园的运营成本 保育成本 乃至是未来动物保护问题 都会影响市场 对于这一类乐园项目的信心 或者是积极性 而更深层次的则是 缺乏知名IP 又和地产是密切挂钩的文化 迪士尼环球影城提供了 由电影IP到主题乐园的成功 再次多次变现的一个实景娱乐的成功 但是受限于核心爆款IP的欠缺 以及有影响力的IP 持续产出能力 于此地产是难以绕开 电影IP开路配套地产托底 那么在这样一个市场的需要 更多自主乐园 目的地政府就需要有更多的新产品供给了 需要有新的文旅项目 来拉动文旅产业投资 地价已经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等 组成的环境中更多的文旅地产属性的 主题乐园项目上马 开工建设与运营 可以说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也可以说是企业目的地 在某个时段环境里的一个互利选择 但是这个环境终究是在变的 国际品牌六奇乐园在中国市场的折戟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19年的12月 曾经百强房企之一的山水文员 出现了员工离职 裁员和欠薪的情况 其标杆项目和央板工程 海盐项目是全面停工 最终是被某头布房企来接盘 山水文员离场 那么这个山水文员的文旅地产版图 由此就是基本是垮塌了 六奇娱乐也被拖入了泥潭当中 这种合作局面也算是中国企业 国际品牌与目的地政府之间的 诉求的典型表现之一 三方其实都有吸引彼此的地方 但是各自的实力 在各自的领域里面 又不算是最强的 这也算是一种 还比较可行的组合方式 但是其中能否落地生效 三方不能有任何异方式拖后腿 可偏偏房地产市场 政府考量这两个核心要素的变化 也就导致了山水文员是先掉了队 2019年的时候 这个房住部场的定调 已经是很久了 那么对于山水文员这一类 规模又不大的房企来说 是难有一个较好的 腾挪环旋的空间 而且地方政府 也已经变得比较精明了 已经是并非是单纯的来追求 单个主题乐园项目效应 他其实更在意的是地产之外 文旅综合体项目的真正落地 对于当地的就业 消费产业 以及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钱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再叠加山水文员自身的模式 还有资金体量 合作IP 还有这个项目选址 内部管理等等这些因素 不断地交织相互影响 将这个项目是推入了危局 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已经释放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信号了 房企的日子不复从前 政府的文旅招商影子逻辑 也有着重要的变化 文旅地产的内核 主题乐园的扩张模式 更开始了一个明显的踩刹车 总而言之 目前中国的一个主题乐园的发展模式 还没有完全的定型 想要出圈的话 还需要有很段的一段路要走 希望主题乐园要继续努力了 好了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也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